我跟老饭又来吃早餐了 今天我们俩点的都是一样的 这个是一种 咸的牛肉 加上鸡蛋 对,咸肉 这个咸肉的话 我感觉没卖的呀,但是我总是在这吃得到 这个肉 咸的就不用放盐了,但是特别香 有点像我们 那种 腊肉的那种感觉 熏过的腊肉 挺好吃的,咸的牛肉 这边呢是3805块钱 给他 现在是 买机票 15号的机票 取消了 就是明天14号晚上有一班 我现在先 把票钱给他 他把票打出来 我赶快去做核酸检测 明天就走 哎呀我的机票新鲜脱炉了 这么多张 三千八百零五 迪拉姆 过一会儿拿着护照 再去做一个核酸检测 就好了 拿着我 心爱的小机票 哎呀 这就是我逃离塔吉哥的唯一手段 终于有一种看到希望的感觉了 现在赶快去做核酸检测排队 估计要到下午咯 现在有点久了 他这个机票还都是直接A40这样打的 然后他 拿这个荧光笔画了一下 雷兹命 名字对就行了 这是正儿八经的交了钱的机票 前面都是没交钱的机票 现在我们核酸检测 原来打疫苗在这里呀 做核酸在这里呀 我来过这 那边有个小楼嘛是吧 因为我最早的时候 三月多分到卡萨布兰卡 我来做这个 就是黄热病疫苗和脑膜炎疫苗 就在这 就这个楼里 他这边呢是一个疫苗实验室 回到这 这么多人 我得赶快过去了 我呢刚才领了一个号 191 帮我填一下 现在老饭 在这边等昨天 昨天他们五个人的结果呢 曹晓玉 这是我们的曹晓玉 他的一个对的呢 我们有五个人呢 三个了 四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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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就给了四个,第五个半天没来,这几分钟我跟老爸还心想的麻了麻了麻了 万一要是有一个中招了,我们就惨了 那个什么吧,走,过来一下,我告诉你 对对,我先去门口买个水 对 刚才问了一个那个人71号还在外面站着呢,我这190多的 都可以找个地方睡一觉了 刚才那个真的是挺吓人的,半天拿不出来一个,就找了半天 真的蛮紧张的 最后说你飞吧 对,最后来了个飞吧飞吧 吓人的 好,那这样子,我走路过去买水了啊 还好呢,我准备了充电宝 二机 刚才去买了一瓶水 我可不想坐到那边 感觉好危险的样子 我觉得一个人坐在这 还可以晒晒太阳呢 好多人啊 你看我这个191号 估计到下午了 我早上肯定是打酱油的 就看着玩了 现在都12点多了 好像因为有人插队 吵起来了 然后里边的医生都出来解释来了 大家都不服啊 哎呀,我真的是 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还是,我还是离他们远一点好了 继续等 现在140多号 我190多号呢 哇 两点多了 终于到我了 在这排个队 等会就进去了 这边核酸检测的 费用是500多块钱 先把钱准备好了 准备个500就行了 还有个零钱 不知道什么意思 500零几 给它给个钢瓣就好了 10块的钢瓣 往上两个出来 这两块钱 不知道怎么算的 OK 不知道给我 放上 500零几 吓死我了 这两块钱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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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手 检测完了就给了一个单子 说明天到这里来取报告就好了 哎呀我在想啊 这个 我看的那个就是视频啊 就是我们国内的有的人检测的 我说这啥感觉呀 哦 哦 这二八女轮轮到自己的时候就感觉哇这个这个好酸爽啊笑死我了还好不是说是喉咙的那种啊啊只要是鼻子的我觉得还还简单一点 我现在是打算去找个地方吃个饭 但是在小饭店不太想进去 现在回去的话 估计我们上海花园现在都休息 厨师都休息了中午这段 现在几点了 两点多 刚好老范打电话过来了 我给老范回个电话 我就说我在外面吃个肯德基 或者什么的 这个要是流鼻涕的这种人 那真的是有点意思了 喂老范我搞定了搞定了 刚搞好 好好好也行也行 好好好 老范说他来接我 因为现在在卡萨一天一两千里 真的是不敢搭卡萨的出租车 他那出租车都是拼车 所以说我就觉得特别危险 所以说我们尽量都不能跟他们过多的近距离接触 你看刚才那里头都那么一个环境了 他们还有人就是戴口罩鼻子漏在外面 我随便拍一张照片 三个漏鼻子的 现在老范把我接上了 往回走 卡萨是摩洛哥疫情最严重的城市 几乎是一半 每天增长个三千里 差不多就一千五万里是卡萨 所以说在卡萨真的是不能乱跑 一定要注意 这个地方的人真的是完全放开了 已经无所谓的状态了 香喷喷的尖饺 你吃过了啊 好那我就自个独享了 因为现在都三点多了 哎呀 我们这儿包的这个饺子真的是非常的香 还有一点小咸菜 还有一个茄子 开吃开吃 好汤啊 这几天啊都异常的顺利 机票 我还以为是买到15号的 没想到 14号晚上就要过去 15号凌晨飞 这也算是好事 我现在就想着 凌晨飞飞两个小时 大概15号凌晨的三点多钟 我会到达毛利潭加的首都 我估计到时候肯定是很累 我就找个地方睡一觉 就在那个机场吧 随便找个地方蹲一宿 第二天呢我在买票 我想呢直接信 看有没有飞机转机到努瓦迪布 好亢 好亢